沒有像是 真的OK了 我都爹發發耶 真的OK了 真的OK 怕了 你就是蒙著頭 穿個絲襪 你會 你會拍照嗎 這樣 一來才定居兩年的 港型杜汶澤 二讀受邀到公視節目 誰來晚餐 拜訪同樣來自香港移民的 五口之家 但這次登場方式 沒這麼簡單 我們工作人員平常穿什麼 就非常的聊天 會不會聽一聽到很快被試過 肯定了 我跟你說我在台北 你就是蒙著頭 穿個絲襪 你會 認真可以拍照嗎 這樣 好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A兵C A兵C 可以嗎 可以 一二三四五 這應該OK了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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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OK了 這個OK了 你就是蒙著頭 穿個絲襪 你會 A兵真的可以拍照嗎 這樣 我老話在裡面 我唱吧 我剛才簽個團員 你還會說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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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說廣東話 搞了老半天 終於介紹嘉賓 這下可以用餐啦 你們來了多久 我們來了五年 新年來 早一點 對 早一點 大家也聊到 對港台浪地 觀察到的差別 我覺得香港是有效率 但人情也知道 當然 但台灣反過來 可能效率不夠香港 但它是人情感感 對 有時有些彈性 對 我看到警察 在大席抄牌 你在那裡落貨 我在那裡落貨 原因是 如果我不在那裡落貨 最近沒有紅線的 就在那裡 那裡 因為我有一個人 我一個人 我應該駕駛的車 放在那裡 你反過他就行了 對 接著我拿過來 接著警察說 那好吧 那你快點吧 你在香港 反正你不要跟我說 你跟我的官員說 就是這樣搞定 但聽說 2020年到現在 都沒有返過香港 沒有 這次我走了 你給我反而 最大的啟發就是 你不要說離開香港 你在離開世界之前 你每天有沒有 很珍惜自己的生活 這是最重要的 活在當下 是的 受到疫情及政治的 不確定性印象 也讓他們對香港 有了不同的感受 沒有啦 香港沒有未來 好悲哀 昨天他問我 我覺得 我也不是說 只會幹差 先講香港 已經沒有現在 那如何有未來 對不對 香港是已經沒有可能 對 我覺得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自己 就看得比較簡單一點 就不用想太多 為了其他香港人 能做什麼 你自己本身也是香港人 你為自己能做什麼 這個是非常重要 不是太過為了 就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 就是做好香港人 那 那 我以後 天 我 小狗 生